像我在這裡表演 你們就專心看我表演就好了 不要去記了 去記沒有意義 要記回家 找一個安靜的時間來記才能記住 你說說滿有得力嗎 我們去聽演講 做仔細聽 重要的趕快記起來就好了 你們都想說 哇 我如果這個演講的老師 我都全國都背了 怎麼那麼厲害 不可能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 要讓你們填 也是要讓你們體會 能夠有機會讓你們從頭把它看一遍 你再去體會說 哇 我去濟南只有 他拿一張紙 我們上課的第一天拿一張紙給我們一點 九宮格 一張A4紙是不是把它切成九宮 是不是大概是這樣 這是等於奇門頓甲的盤 對 好 那請每一個人寫他的自我介紹 有的人會不會第一個字會從這裡下筆 會不會 有的人會不會從這裡 有的人會從這裡 看個性買的話 有的人從這裡 每下筆就是等於你這間房子哪裡有破綻 你看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你現在習慣 為什麼習慣不容易改變 是因為在一張白紙裡面 你常常下筆的那個地方 就是你家裡那個地方是特別有問題 那很簡單 這個是八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八 這裡是什麼 這是不是錢 你也回應一下 我怎麼打下去 我說給你注意聽 但是你也會說 這樣打下去 然後回應一下 這個是不是梗 那你只要記住這個 那你只要記住這個 那就是1 2 3 4 要有水 6 7 8 9 要有啥 這樣怎麼知道就行了 快嗎 你這樣就對了 我說要有水就跑跑了 好 如果說我這一張白紙 我下筆的第一公位是在從這裡寫 那代表他家裡面就開始問這個人 你家裡面的什麼方位是不是沙水管位 這裡是什麼方位 東南對不對 東南是愛沙還是愛水 沙 1 2 3 4 要有沙 沙的時候你現在告訴你 你東南要信仇你泡地 還是說飲水機 你那個發了嗎 所有剛剛那些都發 對 全部發 然後你們就看手機 上面叫沙 上面叫水 你馬上全部都一起發 對 全部都發 所謂沙就是插電的東西 來 這是在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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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叫沙 如果這裡是東南方 是我們家裡的東南方 這裡都是沙 沙在這個地方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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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喔 如果這邊都是放水喔 有很多都是玩沙水 人家是公司啊 陰水機 陰水機 沙 如果是在這裡 那就是不好 不好怎麼辦 不好就搬走 像這個有沒有辦法搬走 沒有辦法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巴 這裡巴是好不好 這裡巴 巴的話 巴是不是要有水 但是被整是沙 是不是沙水管位 好 那這個 他沒有辦法搬走怎麼辦 沒有辦法搬走喔 這個是巴 這裡巴是不是梗 梗是需要有水還是要有啥 水嘛 它沒辦法搬走對不對 我去學的就是這樣 一包中要包 再掉一個藍色的中波點 我今天去母親要想看你們知道 李老師這裡有這個東西 未來你們在處理新聞就吃洋宅 只要診斷出有問題 你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安進去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你不用賺很多 我現在體會出 人家發兩萬五啦 發兩萬五人民幣 叫你去他們家布局 結果你跟你的廚文說 他都沒有去改變 心情跟你變不好 我現在都是這樣 我們想那個時候 這個 這把存分之幾 比如說這個 我現在批發價這個很重要 這裡面重要是把他打成本 3百塊 3百塊貴不貴 不愧我們賣他五百塊 不愧是說要賣三千 不愧是那些人已經賺錢了 腿不好看要硬 做這種命理的工作就是收紅包 你一定要解決問題 這才能夠對得起我們的行業 所以這些東西我只是介紹說 我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做 是為什麼說我慢慢的運氣會不錯 是因為我們口碑越來越好 我剛剛講的是不是 這裡是不能改變的 家庭是東北方 但是這些人其中沒有辦法移走 我們就用化解的方式 這個有沒有通到什麼三年懸空 什麼都沒有 通過三年懸空我們的陳老師 他要交三年懸空要交三年多 但是真正到一個家裡的陽仔去 你說到三年懸空來斷或者來布局 就有時候很難搞 因為一個坪 一個房子 不是 我都要怎麼刮 變成這樣 你就用簡單的概念就好 好 這個 那我們這張是方立做的 他也很貼心的 都整理好了 這個裡面看起來 如果沒有學過的話 這個太複雜了 好 那 你至少要知道 今年 今年是不是叫做什麼年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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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不是也走這一宮 對 那你就是要特別注意 在這一宮裡面 有哪幾個是奇門刺害 是不是景門門破 還有呢 移 移入墓 移入墓 秉毛入墓 移秉入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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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代表說 今年走到這一邊 那你就去檢查 這一邊是不是西北邊 就是到你家裡 或者你的客戶 所有的西北邊 因為有事害 大家說你自己看 已經在你們家裡面 或者是家裡外面西北的延伸 垮補沙水環 這個是不是西北是需要有沙 還是需要有水 要水對不對 你看你們家西北方 是不是有電線桿 電線桿叫兇殺 因為它舒服 如果這個家庭 真的來找你的 而且是在今年 而且他家裡面 超過五十歲的男人 又有問題 我告訴你 你到他家裡 就把西北方去檢查 絕對有提秉入墓 還有景門門破 就是有灑水環位 所以百分之八十錯不了 好 那現在裡面 裡面如果 景門門破 是代表紅色的 電器用品 就是殺 來有沒有發到我們的群 來有一張 來我先把這幾張表 給我們常用的 你只要在你的 要出去的行李箱 就是工具箱 或者是我們做一本 那個叫做活躍甲 我習慣我要去看羊仔 都會把 拿一個箱子 然後把該整段 然後讓客戶看得懂的 這個叫做 讓客戶看得懂的 要將客戶能夠接受的資料 你一定要做成一本 然後你在跟他點評的時候 然後這個地方 你看就是有什麼 然後影響什麼 你就拿給他看 一組自己丟你 你也是要運出來 你看 錢工是不是管這個 銀行貸款 仕途 我說今年如果有一個 五十歲以上的男人 來找你 說他有事情 你都還沒有開口 而且是晚上幾點到幾點 這裡是晚上幾點到幾點 七點到十一點 七點到十一點 因為他是管兩個工位 那時候又打電話來找你 你就可以直接斷什麼 第一 他是不是有銀行貸款的壓力 或者問事業 或者是預測他身體是不是有 血管匯部的問題 就是時間點是什麼時候來找你 就是他有那一個現象 而且你可以問他 他在家裡的西北方 我們就看第二張圖 就是他在家裡的地點 就是他在家裡 在家裡的西北方 我一定會讓他有很多 人我來找你 他在家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